草城镇公所长期以来不断的帮助镇内贫困及弱势家庭 而这一次再次走入社区里帮助需要帮助的家庭 本次的善款多半都是由社会上的善心人士 以不具名的方式捐款 希望能够解决受处家庭的燃眉之急 但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善心人士 一起帮助社会需要帮助的角落 这一次的救助的范围 其实是分布的也蛮广的 就是市区的几个梨 还有我们玉石南浦还有避风 金额大概都是在一万块到两万块之间 希望能够借助这个金额 去继续帮助这些临时我们需要帮忙的人 这些弱势家庭都是临时家庭有一些变故 有可能是主要的经济者过世 或是家庭的子女发生变故 然后临时需要很大的临时支出医药费或是伤障费 所以来做这个紧急方面的救助 县员简世盛希望些许的救助金能够帮助这些困苦家庭 但也希望能够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人一起投入做爱心的行列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也希望受处的家庭能够紧速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们参与公所非常用心 在过年这段时间 有超过很多企业家 来帮我们帮忙我们一些比较艰苦 我们这个八成 有依依去低收入付 生活开始很艰苦 有提到现金 来帮忙帮他们过年这段时间 比较好过年 也非常感谢公所 很用心 来帮忙需要帮忙的人 这是我们社会需要做 也都感觉我们社会的企业 对我们地方的更辛苦的人 特别照顾到 这是我们大家要发挥 我们的爱心 希望透过草顿政公所 及善心人士的帮助之下 能够解决受助的家庭燃眠之急 也希望能够带给社会上更多温暖 但也期许外界能够多伸出援手 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角落 让社会更添加温暖与爱的氛围 接着六圣草存采访报道